這是一台PIN270初代機種 那我現在要解解的是 如何全手動來校正這個底面的平面度 它就是類似我們Delta機種 在Clipper的Delta機種裡面有一個Delta校正 它其實就是對這個底面做的基本的校正 它能讓三軸的高的運行距離都是一致的 那在我們這種機種的話 它就是要用機械的方式來全手中調整 方法是這樣子的 先從這邊用其他設定 然後進階設定 這邊一個手動校正功能 然後先把這個自動校正的部分關掉 然後再來就是按這三個走 這三個呢 就是讓噴頭降到這三個點的0 就是Z等於0的位置 那中間點當然就是正中一樣的Z等於0的位置 比方說我先從右邊這邊開始 那就是這一個 我先放一張紙按下去 噴頭呢 噴頭就會降到這個Z等於0的位置 然後 比方說我現在覺得紙夾得太緊的話 我們調整的方向就是用一個內六角螺絲 就是用一個內六角螺絲 就是要從這邊做調整 這個 這一軸這邊 每一個軸上面都有一個 這邊一根螺絲 這根螺絲呢 就是用來 決定我們上面的軸 這個軸最頂端的光學感應器 它的感應的時間點 比方說我們現在紙張覺得夾得太緊的話 我們調整的方向就是用一個內六角螺絲 把這個 六角反手 把這個螺絲 往下 就是 嗯 往 順時針 往下轉一點點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讓 這個噴頭降到0的位置稍微提高一點 然後 依此類推 這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不需要去對面板做什麼儲存的動作 我們只需要移動 這三個軸 我們要用它移動位置 就是依此類推 一樣 就是這個鬆緊度 你覺得不滿意的話 就這樣 調這邊 上面這邊一樣 三個軸都有這個螺絲 就是 太緊的時候 把螺絲 往下 往下鎖 一點點 太鬆的話 這個椅子如果壓不住 噴頭跟這個底面的距離有間隙的話 太鬆的話 那我們就是 逆時針 往上 微微轉一點點 這個 三個軸 以此類推去做 有時候他們互相干擾 互相影響 然後就要有點耐心 慢慢的去調 慢慢的去微調這個螺絲增減 調到說 我們覺得 三邊 這個感受到 這個指張的壓力 阻力都差不多的 我們再來按中間點 來做確認 確認說 這四個位置 都是比較平均的鬆緊度 這樣 那 我用這個方法來調的話 基本上是 調好之後 我是完全沒有開自動校正的 就是 畢竟這片玻璃這麼平 其實也不需要做什麼 這種凹凸補償 其實不用的 就是 只要能夠把這三種 調到非常的一致 這樣子在做 列印的話 其實底面 都可以印得很漂亮